最近有两起明星的离婚事件备受关注 第一起是张丹丰红星的离婚风波 实在太抓马了 关于张丹丰和红星的离婚风波 故事真是说来话长 在5月1日 红星发文称与张丹丰不再是夫妻关系 张丹丰说 对 不过了 紧接着 碧莹也发文 希望张丹丰和红星吵架归吵架 别拿离婚开玩笑 那时 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已经离婚了 被淫看似在劝河 实际上 有点阴阳怪气的意思 一时间 三人都登上热搜 见此情况 很多网友表示 第一次看见离婚 还有三个当事人发声明 纷纷替红星抱不平 一致吐槽碧莹 随后 有人发现 就在张丹丰和红星 官宣离婚的前两天 他们还一起直播 过程中 两人极其生疏 将冒和神离 体现得淋漓尽致 直播结束后 红星和张丹丰互相删除 有关对方的视频 似乎是说明 原来离婚早有预兆 按理说 事情到这里 也就告一段落 网友们也都默认为 张丹丰和红星 是真的离婚了 没想到 后面来了一个反转 红星发了一则道歉信 称上次是家庭矛盾引发的情绪化言论 言外之意就是吵架了 但没离婚 同时 红星也帮碧莹做了澄清 称他们之间的矛盾与碧莹无关 随后 张丹丰转发了道歉信 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 结果 网友们并不惯着他 评论区都在抵制 原本还有人支持红星 经过这件事 不少人认为 红星也在炒作 瞬间败光好感 当初 张丹丰和碧莹 被拍到在酒店 共度一夜的画面 那时 身为经纪人的碧莹 从酒店出来后 就直奔张丹丰的房间 出轨门 被传得沸沸扬扬 虽然张丹丰后来 发了长文解释 称碧莹已经引咎辞职 但面对酒店的实锤照片 他的声明 显得不太有说服力 那时 红星第一时间出来 力挺张丹丰 但是后来 他又刻意回避张丹丰 经常带着儿子张搞连露面 张丹丰鲜少出镜 很长一段时间 大众都默认为 他们离婚了 结果 两人合体直播带货 互动生疏 虽没离婚 一会同台 一会避险 如此反复 真是让网友们摸不着头脑 值得注意的是 之前张丹丰发文称 碧莹引咎辞职 可他和红星做直播时 收据写的是碧莹的名字 着实令人意想不到 从直播带上碧莹 到现在的假离婚事件 张丹丰 碧莹和红星三个人 已经口碑崩塌 尤其是红星 曾经大众对他还有恋爱 现在才发现 一切都是计划好的 网友们都对他很失望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红星太犹豫不决了 五十一岁了还不成熟 把离婚当儿戏 欺骗了大众 另一方面 是张丹丰在 深陷出轨门风波后 红星的态度过于纠结 一点都不果断 而且好几次 也跟着在一起炒作 辜负了粉丝的信任 把网友耍得团团转 从红星的评论区来看 他的路人员 几乎是彻底崩了 不过话说回来 正所谓 婚姻如人云水 冷暖自知 红星和张丹丰的婚姻关系 到底如何 还是只有自己才清楚 另一起要说的是 张嘉宁和买超的离婚事件 同样是老公被传出轨 对比红星 张嘉宁就清醒多了 他的态度坚决果断 因此受到了许多路人的喜欢 起初 张嘉宁和买超的恩爱夫妻形象 营销得很成功 两人还参加妻子的浪漫旅行案 张嘉宁在采访中透露 他和买超是通过朋友认识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他发现买超喜欢他 便告诉对方自己不适合他 本以为买超就会这样打退堂鼓 结果他说 你什么时候想恋爱了 告诉我一声 我这辈子要结婚 就只跟你结婚 不然就一辈子不结婚了 或许就是他的这份执着 打动了张嘉宁 两人很快相爱 婚后张嘉宁生下两个儿子 却始终叫婆婆魏阿姨 引起了许多网友的争议 但这并不影响张嘉宁和买超的感情 他们依旧在节目上大秀恩爱 引得其他嘉宾羡慕不已 就在大家以为张嘉宁和买超 能够永远在一起时 狗仔刘大锤的一则视频 改变了所有人的想法 那是在一次凌晨两点 买超被拍到出来迎接一名女大学生 两人同回酒店 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该女子才乘车离开 这则疑似买超出轨的视频被曝光后 网友们很快顺藤摸瓜 找到了那个与买超同回酒店的女生 她的名字是少琴 少琴的照片也被网友扒了出来 每张照片长相都不一样 对比张嘉宁 颜值差距显而易见 令人意外的是 在出轨事件爆出的第一时间 少琴并不发生 而是在事情过去几天后 才发长文说明 她说她和买超就见过两次面 被拍到的那次是和朋友聚会 之所以没有及时澄清 是因为买超让她别这么做 称会越描越黑 少琴还说因为我报 她已经得了抑郁症 对于她的发文 很多网友并不相信 后来狗仔刘大锤出来 称少琴说谎 整个事件中 买超始终保持沉默 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 有网友发现买超一直都在立人胜 表面宠妻 实则不是这么一回事 她曾在节目上公然吐槽 张嘉妮挨小黑 而且之前说要跟张嘉妮结婚 但是婚后一直不办婚礼 在节目上她回应此事 支支吾吾的 说张嘉妮三年爆两 她还要工作 太劳累了 本来想办 结果没时间 如今看来都是借口 对比买超的虚情假意 张嘉妮却很真实洒脱 一句 爱得起放得下 果断又体面 事实证明 张嘉妮的言行一致 买超出轨风波后 她就没被拍到和她同宽 私下的张嘉妮 要么就是带晚 要么就是在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 张嘉妮搞事业的时候 没有把出轨离婚 当成噱头炒作 而是用自己的努力圈粉 在人生之路中 她扮演的黄亚萍 令人印象深刻 到了浪姐寺里面 在美女如云的地方 张嘉妮依旧能通过美貌出卷 被网友评为门面担当 她说最近经历都在搞事业 非常清醒通透 其实 张嘉妮一直都是很有想法的人 从来不是恋爱呢 她对自己的工作生活很有规划 在买超还没有出轨风波之前 她就明确表示一定要工作 拍更多的戏 演更多的角色 就是她的梦想 巨狗仔董呱呱爆料 现在买超和张嘉妮离婚的最新进展是 女方新增两个条件 一个是两人在顺意的别墅 无条件分给她 另一个是希望买超能一次性支付千万抚养费 这件事买超本身就是过错方 所以她没有意义 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现金 现在处于卖房子的阶段 不得不说 张嘉妮很聪明清醒 她这么做 是在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无可厚非 而且离婚后 张嘉妮的状态越来越好 无论是颜值还是事业 都提升很多 她的评论区下面 全是夸赞的声音 总之 同样都是老公被传出轨 红星和张嘉妮的态度完全不同 一个反反复复 中波不透 因嫁离婚被全网吐藏 另一个则果断体面 清醒洒脱